查一下我的羅智鎮 請他多一下我的路 當年初選登記 民進黨立委羅智鎮搶頭商 板橋無限正在實現 我們希望有機會 能夠繼續為板橋民眾來服務 板橋東區羅智鎮拼連任 別忘了還有西區同黨戰友張宏路 兄弟齊心 兩人合體看板早早掛煞 因素性聯手出籍 擺明衝著不選議員連任 職工立委的何博而來 我們兩位這兩個選區 都是所謂初選區 所以任何人都有權利來登記 有沒有人登記不是我們關切的重點 重點就是說我們過去七年的政績 板橋區一度陷入緊繃難解 三人長碰不見得有好結果 主席賴信德以大局為重做主軸 出手協調何博文轉戰 新北淡水巴黎第一選區 2012年立委選戰何博文就曾在淡水出身 最終以近一萬八千票之差 敗給國民黨吳玉生 十二年後打算從哪跌倒 就從哪站起來 而就在板橋淡水逐一拆淡後 反觀三重仍獻苦戰 三重有十多年沒有我們 在地的立法委員 彭佳雲永遠在三重 我不會為了位子去轉移選區 市議員彭佳雲想跟上層樓 更不甩黨中央的誠信條款 畢竟余天本來揚言不連任 卻又態度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變 說會零表參選 這個問題可能應該要問李昆誠 因為他們是同派系的 其實之前也一直傳出說 李昆誠說余天要交棒給他 去年的時候他就有說 希望要參選議員的 不要來選立委 要選立委的不要參選議員 那這樣子以後才能團結 民進黨立委初選登記起爆 各派系磨刀禍禍 撕殺戲碼還有的橋 新新聞綜合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演唱內 演唱中 演唱過 演唱中 演唱中